唐代宗大历三年 韩玉出生于何阳的一个官宦之家 他三岁时失去了自己的父亲 兄长韩慧承担起了抚养韩玉的责任 十年后 这位温和的兄长也英年早逝 十三岁的韩玉跟随寡嫂碧居宣州 从二十岁到二十二岁 韩玉先后遭遇了三次落榜 二十五岁时 韩玉终于考中进士 刚刚春风得意马蹄级的韩玉 却在第二年收到噩耗 抚养他长大成人的寡嫂 突然撒手人寰 悲痛欲绝的韩玉回到了 何阳为寡嫂守丧 在接下来三年的力不科考中 韩玉再次遭遇了三次落榜 迫于生计的他 在后来的六年内 接连两次成为地方节度史的幕僚 但他并未得到特别的赏识 郁郁寡欢的韩玉写下了马说 叹息千里马南玉伯乐的困境 真元十七年 三十四岁的韩玉 终于通过了力部的考试 两年后 刚刚晋升为监察玉史的韩玉 便遭遇了一场关中大汗 他看见了关中灾民的流离失所 惨不忍睹的灾情让韩玉痛心不已 但身为经兆尹的李时却封锁消息 谎称关中百姓安居乐业 韩玉在愤怒之下上书朝堂 却反而遭到李时等人的陷害 这一年的十二月韩玉被贬为远离朝堂的阳山县令 出入仕途便遭遇了来自官场的打击 这位不为同僚所容的年轻人 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被一贬再贬 报国无门的韩玉得到了名向裴杜的同情 四年后 他跟随裴杜平定了怀惜的叛乱 韩玉的名字一时之间响彻长安 然而他却注定陷入一场时代的风波 元和十四年的正月 长安城掀起了一场信佛狂潮 这一年韩玉五十二岁了 他不顾生死也要劝谏皇帝供奉佛国 这个行为让唐宪宗龙颜大怒 他要用急刑处死韩玉 在宰相裴杜等人的极力劝谏下 韩玉被免去了死刑 变为潮州刺史 两年后 郑州发生兵变 节度时也被杀害 朝中官员听闻此事 无人敢往平乱 此时 已经五十四岁的韩玉站了出来 这个饱经风雨的瘦弱文官 只身踏上了平乱之土 他刚到郑州便被兵变将士团团围住 但他浑然不惧刀剑的恐吓 在他大意凛然的呵斥下 这场兵变被雪蓉消解 郑州平定 回到长安的韩玉 身体已经难以支撑繁杂的政务 在继续为大唐牢禄了三年后 韩玉彻底病倒 公元八百二十四年的冬天 韩玉在静安里的家中逝世 终年五十七岁 三岁成姑 六次落榜 二十五岁考中进士 三十四岁步入仕途 五十二岁建营佛谷 五十四岁出使郑州 五十七岁定使长安 他一生都在践行自己心中的大道 宝经风雨而坚定不悔 私人已去 但精神不朽